欢迎收看订阅王金线 我是Joy苏宗怡 2022年您有买车吗 其实今年买车大家都觉得 特别的受到干扰 为什么呢 因为车架有些调整 配备有些调整 缺车的状况 后车期特别长 那么我们来到了岁末 2023年的车出来之后 你一定会特别关心的是 那我买的车 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但当然在这样多变的环境之下 依旧有些车来到了台湾市场 话题很高 声量也高 然后大家都觉得是异军突击 我们来看看 在最热门的中型收履的 这个集聚当中 有哪些吸睛之错 那图表当中您看到了 包括了MGH-S 它也有Pug-In Hybrid的这个选项 那OPPO的Granet 目前还没有订出一个价格带 再看到了接下来两组是双升车 都是电动车 IONIQ 5跟EV6 另外就是Toyota的BZ4X 跟苏巴路的Soterra 还有一台12月开始交车的Tesla Model Y 大家都在看 你能冲出多少的量 而Mercedes EQ EQB 现在以260万的价格 有没有吸引到大家呢 其实我们从价格带来看 有非常高CP值的选项 有可能大家觉得 入手豪华集聚里面 它也有吸引到我的点 那达人朋友们 现在怎么看 这些车 它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后世之力吗 今天来到现场的特别来宾 我们现在欢迎带来的 自己热腾腾的新车 赵正平 赵哥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赵先生 赵哥好 您所选的就是这其中一台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MG的这台车子 然后你选的就是高规的 118.9万的PHAV的版本 对 它就真的最高规 也再高不上去了 那你当时怎么会选这台车呢 这样讲好了 就是无意间经过 然后就听业务 大概简单的介绍 我就买了 我先讲一个 这个到今天是一个礼拜 我就讲说 车子买了大家都在看 很多这也没什么 买这个车 我这台车 这一个礼拜的回头率 吓死人了 真的 我走在巷子里 不管是B&W Benz 还是什么车 反正看到我就会停下来 让我先过 那他想看一下 这个车头到车尾的样子 在那个十字路口 摩托车 从屁股后面经过我以后 到前面红绿灯 他们会回头看 这是什么车 我光是买这台车的回头率 就够骄傲了 其他就不用再讲 你其他 还有 这一个礼拜我在台北市 没有看到我的兄弟姐妹 就只有这一台 所以你看 我们不管是穿衣服容易会撞山 对不对 买车子容易看到 都是 制服车 对对对啊 没有 我今天这台车在台北市 开七天了 找不到亲人 真的 稀有 太稀有了 回头率 开出去就是爽 那是因为刚开始进入到交车阶段 对对对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戏聊 但我们也挺荣幸的啦 因为那天就要来个突袭开箱 然后跟赵哥一起上路试驾 我应该是第一个坐到副驾的 陪你一起出去 第一位女性 美女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当下赵哥是怎么形容他的车 会是这一台吗 停在门口的这一台 因为呢 我在办公室就听到说 阿远去出特殊任务 说听到了有某大咖 然后呢 交车 所以他要去直击 那我心里好奇了 我想说要开箱怎么不找我呢 我就不请自来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赵正平大哥是吗 好好好 来 我看到他了 现在是不是就是 到最后要签收了 赵大哥 终于姐 什么在这里 出优务 自己出 没有啊 就是对啊 对啊 怎么没跟我说一下 要不要吃甜不辣 你交叉还有 对 我交叉有甜不辣可以吃 我想说 哪有开箱 不是应该我也要来参与一下吗 你大忙人 你怎么可能出这种通告 对啊 你怎么可能跑这种外面的通告 你想要自己独自开箱是不是 赵大哥 对啊 请问都完成了吗 对对对 刚刚都点完了 对 甜不辣也吃得差不多了 甜不辣也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 就跟着你来开箱你的新车 我跟你讲这都是小事情 新车新气象 今天带你 美女走一招 是不是难 这真的就是刚悄悄 对 我都 我连拆摩都来不及拆 你看前面这个摩都来不及拆啊 这就是开箱 一副即使的开箱 是不是 真的 我们一上车觉得很安静耶 你是不是现在是用纯电在行驶 是 我现在强制用EV来行驶 我不吃油了 不吃油 那人家一般交车不是第一件事 先去加油站加油吗 没有啦 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我直接用电就 用电用到底了 这是你买它的原因吗 对 我跟你讲 它如果用电用到完以后 它就会强制用油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很方便的 不会有那个用电的那个担忧啊 所以我买这个油电池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好处 无后顾之忧 对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你选白内装耶 其实当初要买的时候业务有讲 白内装真的不好照顾 可是白内装看起来 真好看 对 真的是好看 讲到这儿 各位各位大家都知道 你本来就是BMW的车主 是是是是 那你现在看MG呢 此时此刻感觉 这个操控感怎么样 应该这样讲 它如果以MG的这个 细细数来讲的话 同款车的急速的车 几乎应该没有人赢得了它 真的真的真的 感觉一下你有贴杯感吗 这个周小马力290一匹 对91匹 然后它的那个牛力是49公斤米 所以真有力 非常有力 真有力 来爬坡喔 对对对对 华哥直接想说我来爬坡 我这新车直接给你们这样操 我会心疼啊 我们竟然哪有操他啊 我们就顺顺地走 我的女朋友都还没坐上来 你们就已经先给你们坐了 你是这台车的第一个女主人 是不是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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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听到你交车 充满着好奇 然后刚刚感觉到 你的心情真的很雀悦 那当然 当然 心情很好 因为这台车 其实是我女朋友 买来送给我的 喔 买来送给我原因是因为说 放晒 看我 也不是 就因为想说在工作嘛 在市区工作嘛 大部分都是台北的话 我开那么 之前开那么大一台车 也是麻烦 这个其实蛮方便的 而且最重要环保 它几乎不用加到油啊 它纯电行驶可以70公里 从我住的地方 去哪一个电视台 都不需要加一滴油 都不需要加一滴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的油电车的油耗 是非常非常的深 我之前在环东跑的时候 好 车子稍微轻踩一下 就开始贴背了 我那时候有点吓一跳 我说哇 这个车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所以它马力是真的够 这个车还没有可以试成的时候 你就买了耶 对 而且就定了 那很多人就说 买这个车是凭信心的吧 根本就没有在管什么 之后的是不是保修啊 什么什么状况 我心里想 你怎么想呢 我心里想 才一百多万 有什么好计较的 油电的我应该算是 台北市第一台喔 纯白的喔 你如果说白车黑内装的 已经有了 但是白车白内装 如果我没有 资讯没有错误的话 我是台北市第一台 恭喜 恭喜 这没什么杂音啊 没有很大的风切声啊 还是说那种 门板的那种 啪啪啪啪的什么的 或拍照也还好 对对 这是一番爱的礼物咧 对啊 所以我当时要买这台车 女朋友也很开心 就说有选对车喔 买车最怕是怎样你知道吗 我喜欢对方不喜欢 或者是对方喜欢我不喜欢 如果两个能够一起喜欢 坐这台车就是一种享受 后面很宽啊 真的宽 后面超宽 我们现在后座坐了两位朋友 是舒服的 头部空间也好 膝部空间也好 然后座椅本身也很舒服 这个怎么讲 一分钱一分货啦 虽然没有一百分 那绝对是有八九十分以上 九十分没 九十分 肯定有九十分 对 那现在开了一个礼拜 周大哥还有九十分吗 这台车 应该这样讲 好坏啊 庆竹难输啦 我没有办法讲说什么 但是还可以维持有八十五分以上 它势必有一些三三简简 那我们真的今天真心话大分享 我其实很不想提到你的痛处 但是你不是新车吗 对 麻烦您移动一下您的脚步往后一步好吗 对 你这一台新车白帅帅 为什么那个轮框已经受伤了呀 这真的是很冤枉啊 因为那一天停车停在路边停车 对 路边停车那边完全没有注意到说旁边有一个大的砖块停在那里 所以我倒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异音声音 卡卡卡卡 我想卡卡卡卡 糟糕 我应该车门板筋撞到什么了嘛 赶快下车一看 我一看 人筐被那个砖块给刮花了 痛不痛 不到四十八小时的车居然被刮 我当时心里面五味杂成 七字金 五字金 三字金都有 那你刚刚不是在测语了很好记住 没关系一百多块可以 不是 那个要看什么事情 你这轮框好歹也要个几千块吧 当然要 如果要换新的话 不值 但这个可以整修吗 可以 可以拿去给它烤 烤一下弄一下 但是我想想无所谓 这个没关系 到一个阶段开个半年以后 搞不好我就要脱手了 有可能 对 有可能要脱手 我们再来换别的车 这是一帮爱的礼物不是 对 那可能开六年 不要说开六年 开六年 要开六年 你怎么忘记这个身份了 这一段要帮你剪掉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啦 我觉得对 男生大方一台没关系 好 我们来看 白帅帅的这一台车 又搭上白内装 当时你很自豪回头率超高 回头率真的超高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外型 确实在台北街头走哪儿 大家都会觉得 哦 这是一台没看过 好看的SUV 对 这台车 你看它前面这个车头 这个造型 刚刚德哥还跟我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 鲨鱼嘴的开口啊 大气啊 就蛮符合我的个性 其实我当时会买这台车的时候 是它那个车头很吸引我 然后又有这两个英文字 大大的一个logo 对不对 英国车的logo 很有分量感 对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有跑格的这种车头灯 然后方向灯又坐在这两边 它闪的时候真的很好看 不会是看起来怪怪的 不会 所以整个车体的这个造型 这样一人望过去 蛮有一个样子 然后最重要它的车漆 是珍珠白的车漆 所以是亮的 不像有些车漆是那种 象牙白 那种死白的 或者是有比较偏黄的 所以那个在光线照射下 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 我这台车不会 我这台车开出去 都会把人家眼睛给闪瞎 会不会太 我会不会形容太over 你不会啊 就是你真实的感受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我开在里面的那个爽度 其实很高 我跟你讲 我现在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 车子刚拿一个礼拜 这个车真的是轻轻 一踩油门 就可以跑很快 我是男生 我大脚一踩 就速度就上去 你会不会一直超速啊 对 速度一上去 我就觉得 因为它舒服 它是稳的 所以我就不想要减速了 我现在担心我的红单啊 如雪片般飞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在车面来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家给你的自动也还不错啊 是不是 那你自己不去踩刹车 那怎么办呢 不是 是它那个速度上来的时候 你就很享受那个车的速度 对对对 而且它很稳 那一刻你有想到什么油耗啊 电耗啊 这种事吗 您交车到现在一个礼拜 有加一滴油吗 之后是有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开始被充电桩 绑架的时候 我就觉得没道理 以前开车开油车 开到哪 有停车格 停了就走 现在不是哦 现在想 哪里有充电桩 虽然我的车有油 但是我的充电桩的那个电表 没电的时候 我会紧张 我要充电 我就觉得我有点神经病 我的油就可以去充电啊 我为什么还要去为了 电快没有了 然后去找充电桩 所以前三天四天 我就一直开始 你陷入了一个迷思 对不对 对对对 明明有油 但是看没有电 就要去充电 好笑了 前几天 电有了 油没有了 没有关系 我现在没有油没关系 我有电 我就觉得 我还在跟它磨合起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插电是油电混合车 你到底用什么样的逻辑 在使用它 对我还在抓 因为交车那一天 我记得你很自豪说 我就是不用靠油啊 我光吃电就好 吃电 然后你就开始陷入充电迷思 对对对 所以就有点 有点就还在磨合 其实他们就是相辅 就是可以互为助用嘛 对不对 你就觉得 昨天跟你们节目的小编 通个电话以后 打开了 打开了 我就觉得 对我的油可以充电 我干嘛去被充电桩给捆绑 从充电开始以后 我再也不去找充电桩 因为充电桩 有的地方要付钱 那当然是 还是比油便宜 但是我就觉得 我试试看 用油来充电的状态 有可能要回充 对对对 那我一个月的油钱是多少钱 我可以算一下 好的 那下次也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没问题 那这一车你刚刚有提到 中小291P 开起来那个畅快 可能到现在依旧让你很喜欢 我跟你讲 它虽然是1500cc 它有Turbo 但是打趴 同级车款的CC数 有过之而不及 甚至是 这台车虽然是 118万的售价 我觉得它如果卖个 150、180 应该不是个问题 所以可以再打趴 更多级速的同款车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赵哥前一台车 是BMW的X3X3 所以我觉得 你来讲 就是这种 转换一个车款 而且是完全不红品牌 那同时是不同的动力输出 那个感觉你依旧觉得 还蛮畅快的 是是是 这个是挺不错的 对 包括它的那个车体 那个刚性 也是很好的 所以开起来 那个很扎实 不会是开起来飘飘的 或者是虚虚的 不会 那我往后面看 你选白内装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你选了一个 很有气质的配色 但听说 就是这一个礼拜内 已经也发生 另一件被惨剧 对 那个是 我就刚好车子 就后面有放一个 泰式的奶茶 泰式奶茶 什么颜色 大家知道吧 对 来 总哥 来 你打扮在哪个位置 刚好就在这个位置 那刚好 这边有一个防水电 但是还是渗出来 到车子上了 我可能 因为昨天发生事情 那今天要来录节目 来不及整理了 我可能录完影以后 我就要去开去 那个汽车 等一下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残留 渗进去了 已经渗进去了 但目前 至少我这样看 我现在还挺干爽 看不出来 但是你坐在里面 闷久了以后 你就闻到一个 泰式奶茶味道 但是在哪里 你找不到而已 就是这样 怕它会变得 糟糊的奶茶 对 那你后座 已经有载过人了吗 后座相当的宽敞 你看 我一个大男人 我将近快175公分 你看这个 车头的高度 跟这个宽度 你现在附架的位置 座椅放得特别导游 对 因为女朋友坐的 她喜欢坐舒服一点 所以她的位置是这样 你看我后座 还是那么宽 将近两个拳头 还可以 对不对 两个拳头 高度也是很高 然后后面 它有五段的调整 椅背的方式 所以坐起来是很舒服的 再来看看 其他的优点 它所配的音响 你满意吗 它配的是BOSE的音响 配的是BOSE的音响 说实来这个 我觉得BOSE的声音 喇叭的声音 它比较是偏中音的 它不是那种高音或低音 比较重 它偏的是中音 那总共 没错的话 应该是配置九支喇叭 后面还有个重低音 配置九支喇叭 所以整个音场音域 它是可控制的 所以它调整起来 声音是舒服的 OK 好 那这个也很不错啊 好 再看到您平常出门的时候 会载很多东西吗 对 它的后车厢 它不是感应式的 它还是要按一下 这没办法 一百多万车 有一好没两好 它可以开更高 因为我有调整 我调整开门75% 就我刚好一个人高就好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地下停车场 你开过高的话 它会撞到 对 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话 手再推一下 轻轻推就可以 可以调整这个吗 对 你看它这个 干干净净 对 这个都是原厂的 这个是充电的充电枪 是 它配给我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行李的 这一个 挡板 挡板 就拉着 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看赵哥使用一个新旗 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就是出门的时候觉得 哎呦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台车 好像我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 对 你看 要不然之前买车 不管你是买什么品牌 BMW或是Benz什么的话 人家看就是 这是 比较新以为常 因为功能也多 但是这个车子 可能就没什么人看过 所以特别 我光是停在那个停车场 那个路边停车场 就有人在旁边抽烟 抽着抽烟就走过来 我这台车 绕一圈 绕两圈 看完以后再走 真的 因为没看过这个车 很好笑 很不错 我们进车内 继续聊 好 我又再次坐上赵哥车的副驾 当天开箱的时候 是 那个感觉就依旧还在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车上有氛围灯 那我现在怎么都没看到任何灯光 觉得有点无疑 我觉得 我不晓得氛围灯是哪个车厂的设计师 先发明这个事情 这个氛围灯根本就不行 我觉得它很无聊 为什么 我很喜欢 我先跟你讲为什么 第一个 它浪费电 如果你是电车的话 它会吃你的电 这是第一 那第二 驾驶不可能去看氛围灯的状况 一定是看前面的路 或旁边的美女 那旁边的美女 也一定是看前面的风景 要不就看旁边开车帅哥 谁要看氛围灯 然后氛围灯 你搞的那个什么 又呼吸不呼吸 氛围灯 顾名思义就是氛围 就是一种feu 就是它有不同颜色出来之后 你就会心情会改变 不会吗 没有 我后来干脆把氛围灯全部关掉 直接让它不要有氛围 我觉得它的氛围灯 氛围灯真的是一个 化蛇天竹的事情 我觉得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 不管各车厂 不管现在你觉得你的灯有多选 在赵哥这里 他就觉得 我不喜欢 好 关掉 好 对对对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喜欢就好 对了 那你有哪些最喜欢的配备 这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应该是说 这台车的这个主动式的这个配备 跟车 或者是什么 停车系统 对 它非常准 而且我还是 比如说在那个堵车的时候 塞车的时候呢 让它自动跟车 自动起步什么的 我就在旁边呢 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就不用脚啊 一直踩刹车 或者是踩着油门 那很累嘛 但是在堵车当中呢 有这种自动辅助的驾驶 真的打破以前开车的习惯 因为你也住在内湖 对对对 其实就是很容易大塞车 是的 那有它这个自动驾驶 我真的就 整个人就轻松多了 那还有就是它的一些 它可能影音设备有点笨 我觉得 它的影音设备 它没有办法直观的就说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它的这个收音机也是 收音机照理说 我在听的话 我直接按频道 按选项 就应该跳频嘛 它不行跳频 它又怎么样 你知道吗 它要进去里面 进去里面呢 进到选项 我刚刚的设定 再去选哪一台哪一台 这很麻烦啊 这样开车其实造成麻烦 应该照理说 要有选项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说应该是要这样 我觉得你就是喜欢那种 我可以独立出来 有快捷键的感觉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在思考说 到底现在是 存触控的整合式的 然后让你一页一页去选好 还是以前你习惯性有很多的 保留的实体界面 像BMW以前有1到8个案件 以前对对对 它1到8可以继承电话号码 也可以做什么功能 可能因为你就是习惯 我以前这样用 我觉得很直观 那现在重新适应一个系统 这恐怕也是转换 不同品牌的车 新世代的车 会面临的一些状况 对因为每家做法不一样 我以本身呢 这张椅子你还是 给它很高的分数吗 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台湾的天气 比较容易湿冷 东北季风来 下个礼拜就开始冷了 女生最怕就是坐到这种 冰冰冷冷的这种皮椅的椅子 那如果这个椅子 如果有电暖的设备的话 就很舒服了 你知道 所以居然这台车 它有这个电暖椅的设备 我觉得觉得还蛮棒的 蛮贴心的 所以到时候你就不怕 女朋友寒冷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不然当然女朋友 如果冷的话 我是可以抱着她 只是说开车抱着女朋友 车子没办法开 会很奇怪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赵哥不需要氛围灯了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就会放闪 真的 真的 噢亮的呢 真的真的 我就是氛围灯了 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车 在你现在使用上 当时你说了吗 有送这个 这是选配 选配对不对 买这台车 它就是有两万块钱的选配 对 但你选了这个电子后视镜 觉得非常好用吗 对 这电子后视镜非常好 你看他现在是看后面 对 我们再碰一下 就看前方 就看前方了 对 然后再碰一下 前后可以一起看 而且还结合行车记录 对对对 那同时可以录影 然后如果说发生紧急碰撞的话 他还在自动强制录影 所以这个照合镜 还蛮好用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电子的话 轻轻切一下 就回到原来的这个 这个镜子的功能 所以其实还蛮实用的 蛮实用的 所以来到现在 赵哥 它依旧是你心中觉得很超值的选项吗 基本上来讲买的不会后悔 而且可以说 如果它2023年再出新款车的话 如果它不是小改款 可能在某些地方 做些不一样的变动的话 我应该会再买 这台车真的CP值 买到就赚到 我是讲真的 买到赚到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达然朋友们 他们看过这么多车 有哪些就是他们觉得很超值的选项 我跟你讲他们不准 为什么 他们碰这个车 点多碰7个小时 我已经碰7天了 好吗 这台车大概长什么样 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的实测常常有时候是长测 会吗 不是就玩了几个小时而已 没有 有时候有时候会借 例如说一个礼拜 会不会破的是长时间的使用 这是有可能的 那就要听听看了 我们来听听 德柯可以借 德柯 其实讲到超值这件事呢 我觉得男人 对男人来讲 男人会喜欢那种光鲜亮丽的昂贵跑车 但是这台车呢 它不会那么昂贵 它是一台轿跑车 它是KIA的Stinger 那Stinger呢 为什么迷人呢 我先讲它的外形 就我之前呢 也曾经借过一个月啦 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说真的 我开去洗车 真的还有阿伯说 少年这台是Aston Martin 因为我相信阿伯可能车看的不多啦 可是就是表示说 这台车的样子 它真的就是很跑车 因为它同时兼具了轿车的实用 还有跑车的线条 那在性能跟操控呢 我觉得它更跑车 它直接把B&W M-Power的 这个底盘的设计主管呢 挖去 就是Albert Beamer 然后帮它去调校底盘 所以这台车呢 它的底盘呢 也有50比50的配重 那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2.0呢 其实就已经还不错了 2.0基本上255匹也够用 但2.0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那后轴有一个差速器 就是你循迹关了 它很好甩 你在屁股滑动5度的时候 它滑叉调节 帮你拉回来 那3.0呢 马力更强 就是366匹 而且我实测成绩5秒出头 其实已经算 还蛮快的 因为轿跑车呢 你价位可以有1000多 那等于是 Stinger算是最便宜的轿跑车 但是重点是 便宜不代表了效 就是我整个座舱打开 你会发现 它的像它的3.3的 整个座舱都是几皮包袱 我觉得在内装的氛围 那个部分 它可以挑战500万等级的 韩国车 的那个德国车 今天因为赵哥 带了他的新车来 然后大家就难免好奇 探问他说 那赵哥你原来的X3 你有打算要卖吗 那可能你就会想 那这个时候 是卖车的好时机点吗 如果我同样有一笔预算 然后我在新车难寻的情况之下 我买中股车会有好选项吗 我们稍后继续聊 金卡奖选出你的 金卡奖活动起跑哦 选出最时尚最艰难的电动车 选出你最热血激情的超跑 选出能够带着家人 跑透透的休旅车 快上地球王金线汽车网 参加金卡奖票选活动 跟着达人们 一起选出你的 金卡 就有机会把 iPhone14独家汽车 就没有好理带回家